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南韩总统文在银日前与北京参访一中韩经贸交流活动,其随行记者与会中遭中国警卫殴打,韩政府已向中国政府抗议并要求道歉,环球时报社评则指示韩记者不守规矩,中国官方绝不能因此道歉。 据联合新闻网报道,中官媒环球时报近刊登社评回应随行南韩总统文在银的韩籍记者,在北京的中韩经贸交流活动上遭欧打一案,社评表示该活动由南韩机构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主办,警卫也由该机构聘用,因此这个锅怎么刷也甩不到中国政府头上。 环时称,殴打记者的警卫警示在帮助他们,主办教训从韩国来的不守规矩的记者,并认为事件仅需一般性的治安追究处理,且与外交没任何关系。 环时另且道,韩国记者远到中国,却在当地早打伤,中国官方可以礼貌性表达慰问,但中国官方绝不能因此道歉,表示中国大众不会允许自己的政府,在没有做错事的情况下对外国人随意道歉。 如果韩国媒体要道歉,要求的对象应该是活动主办机构。 中外交部发言人陆康作对此回应,据初不了解,活动虽由南韩单位主办,但因发生在中国,所以十分注意。 若确实有人受伤,中方表示关心,且希望这只是一个小的意外。 韩国政府和媒体已对中国政府提出严正抗议,要求彻查与中方道歉。